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告司天惠馬告司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歡迎大家在YouTube頻道 按一下小鈴鐺 一天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開的就是眼前這個 DX Blazer Stone 還要是Tamashination 十五週年的特別版套裝 這個特別版套裝是平成四指 分別有迪加蒂拿加亞阿古魯 而這邊是閃耀迪加 但有少少不同 它其實是真骨雕的閃耀迪加 因為這裡其實有玩具關節 那麼特別的套裝到底是怎樣來的呢? 話說在11月19、20、21 是星期五、六日 在日本的秋葉原 搞了一個叫做Tamashination的雲展 簡單來說就是雲展2023 我之前都出了一條影片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主要都是展示一些試作品 甚至是未來的新作 都蠻好看的 一連一次 如果剛巧去開日本旅行 撞到都蠻好的 而它今次其中一個地點 就是秋葉原站電器通街口 出到來的時候 以前Gundam Cafe那邊的位置 就有這個叫做Tamashination的Store 不是一個限定的東西 它長期都是放在那裏做店 裡面就有很多限定品買 而眼前這個輝石套裝 就是其中一個 最搞笑的是什麼呢? 最搞笑的是 其實它雖然說很限定 但是也不是什麼很搶手的東西 但是不知為什麼 店舖就限一 就是每人只可以買一件 而且去到收銀付錢的時候 它還會做這個人面識別 就是很簡單 例如你拿著這件商品 它放在收銀的時候 一個收銀是一部PAT 一部PAT 首先就在鏡頭上拍一張照片 然後就像正常收銀的程序 給卡、給現金 再拿一個PAT 轉轉轉給你看看價錢 這個輝石 其實頂盡都是限三 或者限五的程度 就未必去到限一 所以來說就有一點奇怪 之後呢 之後第二天再去試多一次 買多一個 因為始終幫補女費的系列裡面有它 之後就試一下 知道這個限一 可能一天限一次 這樣就試一下 之後呢 我就試一下搭多件 這個聖鬥士星刺盲盒 再加上這個去收銀付錢 又是正常程序 之後呢 又是做這個人面識別的時候 收銀姐姐就跟我說 星刺盲盒 你就可以買了 但這個輝石就不能賣 因為你之前買了 所以來說呢 真的是限一 人面識別很厲害 這樣的感覺 之後呢 好了 我以為 因為那段期間 就是雲展的期間 所以來說呢 限一都很可能正常的 可能 完了雲展之後 那些日子可能變回 限三或者限五都未頂 誰知道呢 轉過頭 可能我去完做其他事情之後 可能隔三四五日之後 再去收銀元 之後呢 還是限一 都很厲害 當然啦 這種限制程度 防止炒賣 都真的蠻好的 但是呢 這個輝石應該都不會做到 什麼炒賣 那麼厲害的程度吧 而且呢 疫情前呢 還是這個 Dark Carbuda 珍骨丁的時候呢 那時候的雲展 就現場排隊 買這個雲展限定品 那麼今年 例如閃耀迪加 Odru的鳥系Combo 甚至乎Black Sun 還有Freedom 這些全部都是網上做預訂的嘛 那麼現場是不會有得賣的 所以來說呢 這個人念識別呢 就真的有點而多餘的 那麼當然呢 這個系統是好的 即是它可以遲些 真的要現場買 用這個系統絕對好的 但是呢 今次現場沒有什麼特別 什麼限定品的時候呢 那麼用來講 就差這樣一點 那麼好啦 那麼吹水出到這裡了 那麼就要講回這個套裝先 那麼這個套裝呢 你看到呢 四顆都是金色的 這個金色的感覺呢 就有點像這個扭蛋版裡面的 隱藏的金色那樣的款 那麼因為呢 扭蛋版呢 一部機呢 即一代彈就只有兩顆 那麼所以來講呢 馬高斯手上是沒有金色的揮石的 那麼做不到對比給大家看 那麼純粹憑感覺覺得呢 它的金色應該是差不多樣的樣子 而這裡呢 你看到就是迪家 迪拿雅 阿菇魯這樣 那麼我現在呢 就打開這個包裝 拿些揮石出來 那麼現在呢 打開了包裝 那麼就逐個逐個看看吧 那麼首先當然呢 就看這個迪家先 那麼這顆迪家呢 那麼這顆迪家呢 金色閃閃的樣子 都很有這個閃耀迪家的感覺 那麼其實閃耀迪家呢 本身是有出過的 那麼就在食玩版那裡出啦 那麼你就這樣看的話呢 其實食玩版的那顆 就是閃耀迪家呢 就周圍就黑色啦 中間就黃色的樣子 就不是太過很閃耀的感覺 那麼所以來講呢 那時候出食玩版呢 我都覺得奇怪 那是這樣的配色的 這樣的感覺 那麼這邊這個就是迪家 那麼然後呢 然後呢 當然就看蒂拿 那蒂拿來講呢 也有這個叫做 這個是什麼版呢 我忘記了 好像是扭蛋還是食玩 總之都有出蒂拿的 那兩個來講呢 這個圖案呢 都沒有什麼分別的啦 那只不過是呢 那顆石的底色有些不同的意思而已 那至於呢 那些玩法上 有沒有什麼特殊音效呢 那我就不會太過抱太大期望的 那但也希望它有啦 那這個就是蒂拿啦 那然後呢 這個呢 就是階雅啦 那階雅來講呢 也有出揮石的 那就是這一顆啦 那總之都是對上一次扭蛋的時候的事來的 那就這樣看的話呢 都是有一點點不同的樣子 那樣的圖案 這些位置呢 這些線條呢 這邊是比較粗一點的感覺 那然後呢 就是阿古佬了 那阿古佬也是有的 那這樣拍起來的話呢 都是那些線條上面 比較上有些粗粗有幼的分別這樣 那樣看 其實金色也是挺漂亮的 那不過如果沒有什麼特殊特效的話呢 就真的有點難過的 那好啦那現在呢 就試一下音效了 聲音效順 找說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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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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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音效上來說真的沒什麼特別 它都是閃妙迪加、蒂拿、加亞和阿古佬 所以只有樣子有點不同 剛才玩的時候有些小插曲 雖然沒有展示給大家看 但剛才玩到加亞的時候 突然之間變身器突然突然 嚇死我以為整壞了變身器 誰知發現了一個問題 原來電源開始不夠電 我一換了三顆新電之後 就正常回到 所以就很順利玩到 否則它現在壞掉了 我接下來還有第七彈的輝石 還有其他其他卡拉東西都要用它 所以真的不要亂壞 就是這樣 至於這個輝石又要用人臉色便 又要去日本買 因為這個金閃閃的套裝 就只在Tamashii Nation的TOKYO 和這個大阪才可以買的 只有兩個地方 又要做這個人臉色便 所以真的祝大家好運 這樣吧 這支影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珍惜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大家支持絕對製作動力 這支影片就到這裏 至少 在這個影片下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